你明明知道是块石头 你还对它好干什么 待会转进去 待会又转出来 然后把我气得半死 你明明不爱 为什么还要拖着 你不喜欢吗 你不喜欢你就说嘛 你为什么要一直拖着呢 如果你真的心里还有一点良心 拜托你头也不会 千万别走出来 痴情女对男友掏心掏肺的好 可结果却换来男友的狼心狗肺 土磊怒至男生没有良心 与此同时女生的一片痴心 也把土磊气个半死 那么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 惹得土老师这般气氛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大学同学 你追的他 高中也是同学 高中觉得他学习好 长得也挺帅气的 比较喜欢他 然后就一直努力的 想跟他考一个大学 所以就是学习特别用功 最后就跟他考上了 那时候特别高兴 男生小孙23岁 女生小王同样也是23岁 刚上台 姑娘就露出一脸满足的笑容 向主持人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追求面前的这位男生 其实那会儿男友小孙可是姑娘的偶像 在他印象中 这位长得又帅学习又好的男生 是姑娘心中追求的目标 可当时姑娘的成绩相比于男生 简直是相差甚远 所以为了能和心中的偶像考上同一所大学 姑娘小王那是下费苦心 把所有精力用在了学习上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真的就和男生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那时的小王心中别提有多高兴 爱情的力量支撑着姑娘一路前行 离自己心中暗恋的目标越来越近 可就当姑娘要表白之际 意外发生了 然后表白你就答应了 当时没有答应 他又追了我一段时间 面对姑娘的表白 小孙却一口回绝 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小孙并没有看上这个女生 只是把她当作同学来看待 可痴心的小王并没有放弃 而是更加努力的为爱付出 为了能和心中的白马王子在一起 小王主动发起追求 又是给男生打水 又是帮男生打饭 平时嘘寒问暖照顾有加 可谓是下费了苦心 而男生小孙见姑娘这般痴情 于是便答应了两人的恋爱关系 从那以后 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从此刻开始了 自从两人恋爱后 姑娘对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倍感珍惜 不仅对男友言听计从 在生活中对男友的照顾 也是特别细致周到 这么贴心的女友按理说 肯定会让人觉得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 可让人不解的是 男友小孙却因此而烦恼 因为我可能是那种 不是现在有特别多事的男生 当时他挺爱给我送饭的 也老是想给我洗衣服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对吧 给你送饭洗衣服你还不愿意 但是我但是那时候的他很听话 就在我后面什么都听我的 所以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现在呢 姑娘的一片好心被男友当成了驴肝肺 不但没能讨好男友 反而却惹得男友一番嫌弃 并且一向言听计从的女友 也被小孙当成把柄拿到现场来说 而此时的小王见男友这般不可理喻 便愤怒地斥责男友是个大骗子 那么小王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还得从考研这件事说起 原来在大三那会儿 男友小孙主动向女友提起考研的是 打算两人一块读完研后再出去找工作 这件事女友听后非常重视 当然也是对小王的一个考研 因为从高中那时期 两人的成绩就相差悬殊 大学后依然如此 所以在他看来 男友考研肯定是手到擒来之事 而对于笨拙的小王来说 考研可谓是难上加难 更重要的是 如果因为自己没考上 而男友却功成名就 那么两人的未来走向也随之改变 所以为了不拖后腿 小王没日没夜地勤奋学习 期待着和男友并肩同行 可就当考研结束后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你是没考上还是放弃了 你告诉我 没考上 他就是放弃了 他一心两用 他还准备找工作了 但是我没想到 他听了我一报考研 他就马上报了考研 但是最后 结果就是他考上了 我没有考上 哎呀爱情真伟大 能把一个学霸就给变了 不得不说 爱情实在是太伟大了 竟能把一个学渣变成学霸 从高中那时期 小王就因为爱情 考进了理想的大学 之后又是为了爱情 竟考上了 联想都不敢想的研究生 不过与之相反的是 曾经的那位学霸 却变得如此颓废 小孙不但没考上研究生 却还想放弃 前程准备提前找工作 如果小孙真的这么做 那么两人面临的 就是一个读研 一个走向社会 现如今考上研究生的 小王面临着两难 不知道是该继续读研 还是和男友一块找工作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小王斥责男友是个 大骗子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男友出去工作 这件事已成定局 但就在工作几个月后 女友发现了问题 工作了好几个月 肯定会挣工资了呀 我就跟他要个毕业礼物 他都不给 小女生都希望有个戒指呀 你说贪了何几年恋爱了 你给我买个戒指 这几百块钱 你就说你没钱 你那瞎都花哪去了呀 自从男友工作后 女友发现她变得冷漠无情 相爱几年的情侣 竟连一个几百块的戒指 都不舍得买 这哪里是谈恋爱 而此时的小孙 却理直气壮地反驳女友 说把钱都给了父母 并且认为自己挣的钱 怎么分配是自己的事 此时的女友听到这话 心灰意冷 因为当初为了加深两人的感情 女友小王 为此是没少付出 当时只有一千块生活费的 她为了讨好男友 基本都花在了男友身上 那时候我就一千块钱生活费 我大多数给你买衣服 你从上到下 你那袜子都是我给买的 我当时都跟你说 现在你这公司了 你就不能想想我的好吗 不是那你都没攒点生活费 给她买个戒指啊 她总说你别给我买 但是我觉得作为女朋友 我给你买我心疼你 哎呦呦呦呦 我姑娘我挺心疼你的 就算是朋友关系 也得有个礼上往来 何况是情侣呢 竟连一个几百块的戒指 都不给买 就连一旁的主持人 都气不打一出来 帮助这个可怜巴巴的 小姑娘说理 其实不难想象 虽说女友每月 只有一千块的生活费 但她依然愿意 给男友买吃买穿 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爱她 才甘心情愿的付出吗 可此时的男友 无论别人说什么 她都认为这是女友自愿的 做的这些事情 也都毫无意义 根本不领情 我觉得她就是这些事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你没必要做这些事 好好好 但是她就是 好像就爱好一样 你挺狼心狗肺的你 终于主持人也忍不住了 给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扣上了一个狼心狗肺的帽子 不过这个词 对于她来说还真挺匹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女友不但给她 买衣服不领情 就连自己亲手做的 她都毫不在意 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 听起来实在是令人心酸 为了给她这条围巾 我特别努力的学 那时候冬天 我就不会嘛 我那楼下超市大妈 她会我 我就是躲往楼下跑 我穿脱鞋 我动了脚后跟头疼 我给你做完了 你怎么对的呀 就我给你的时候 你就带了一下 后来我连看都没看见过 就因为花钱给男友买衣服 惹得男友不高兴 为此小王特意 亲手做了一条围巾 而为了这条围巾 小王所付出的努力 大家也都看到了 对男友那是一片痴心 本以为把这份心意 送给男友肯定会喜欢 可结果却还是跟之前一样 毫不在意的戴在脖子上 没有一句感谢 没有一句暖心的话 之后就再也没看到 这条围巾出现在 男友的脖子上 此时的女孩 真的是伤心欲绝 泪流满面 无论怎么对她好 都换不来一丝回报 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 也能让这个天真的姑娘 心里舒服一些 可小孙面对哭泣的女友 依然面不改色 根本没有一点惭愧之心 这足以证明 这个男生从始至中 就没爱过这个女孩 而更让人气愤的是 过情人节的那天 小孙总是以各种理由 拒绝女友的邀请 最后在女友的再三请求下 小孙才答应和他出来 吃一顿饭 可到了最后付款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 再一次发生 平时AA制还能让人理解 可情人节一起吃个饭 也要分得这么清楚 这让人听起来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所以说 这哪里还叫谈恋爱呢 甚至连最好的朋友都不如吧 虽说小王被男友一次次的伤害 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改变 对男友的爱 依然对他一片吃惊 有一次 小孙打篮球把脚扭到了 当时并没有告知女友这件事 觉得这么小的问题也没有必要 于是就发到了朋友圈上 但这件事很快就被女友发现 当时小王正在千里之外的 报考学校 知道这件事后 立马买票往回赶 途中更是没少遭罪 我立马买占票回来 我占二十多个小时 我在那车上挤着 我的脚都快被人踩碎了 我就是想看你一眼 我看你是不是特别严重 结果呢 结果到了楼下后 立马给男友打电话 可电话那头 却是一片欢声笑语 原来男友正跟没事人一样 和同事们聚餐 听到女友赶来后 瞬间变脸 怒斥她不打招呼就过来 于是便让女友回家等着 第二天再过去找她 就这样 小王带着失落的心 回到了家中 二十多个小时 占了二十多个小时 为了关心男友 却被男友一句话给支走了 这得多让人心寒 所以结合以上种种发生的事情 姑娘对男友可谓是掏心掏肺 反之男友对姑娘 却是狼心狗肺 那么小孙到底是怎么想的 既然不喜欢 为何还要拖着别人 难道就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给一句痛快话呢 你还想不想跟人继续除 我觉得 别遮遮掩掩 其实心里是想跟他除的 因为这么长时间了 我觉得 你说实话 别老觉得 想不想跟人除 你有没有心呢 小孙直直无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心里非常纠结 显而意见小孙对这段感情的态度 也尤为明显 可对他一片痴心的女友 见男友这般犹豫 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 难道做了这么多 还换不来一个人的心吗 此时此刻 图蕾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见这女孩这么痴情 真是让人既气愤又可怜 所以接下来 图老师怒劝姑娘 别再往石头上装了 你明明知道是块石头 你还对它好干什么 待会转进去 待会又转出来 然后把我气得半死 你说有什么 值得你喜欢的 吃个饭要AA吗 从头到脚买袜子 换不来一个几百块钱的戒指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个痴情的女孩 可真是把图老师气得不行 非要用自己的真心 往冰冷的石头上撞 那么受伤的 肯定是那颗脆如鸡蛋的心 另外 从两人的故事中可以看出 女孩如此痴情 很有可能会选择留下 如果待会姑娘 真的从那个门中转出来 那么图老师肯定会愤然离场 所以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图蕾怒劝姑娘赶紧回头 而对于这个没长心的男生来说 图蕾已经没有更多的话 剩下的只有愤怒 你明明不爱 为什么还要拖着 你不喜欢吗 你不喜欢你就说嘛 你为什么要一直拖着呢 四年还不够吗 如果你真的心里还有一点良心 觉得这个女人对你有付出 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她再继续伤害下去 拜托你头也不会 千万别走出来 那么事已至此 两人真的能像图蕾所说的那样 都别回头 从此一拍两散呢 其实关键还要看女生的态度 因为这么多年的付出 对男友一片痴情 可换来的结果却是分手 所以说她最后 真的能就这样心甘情愿 选择离开放弃所有吗 接下来姑娘的一句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揪心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愿意跟我走吗 你就看我这么多年的付出 显而易见姑娘 对这段感情并不想放弃 直到最后 也想听到男友的心里话 四年的感情 四年的付出 为什么换不来一个人的心 这是小王 怎么都想不明白的事 然而男友犹豫了半天 也没给出明确的答案 其实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但老师们见此情形集体愤怒 认为即便是这样的结果 也要给女孩一个明确交代 姑娘你真是往石头上踢啊 我就是想给自己表个结果 那你能不能就像个男人那样 唯一的一次四年到现在 唯一的给他个结果 你就说我不跟你走行不行啊 人家就问你一句话 你走不走嘛 不会放弃现在的工作了 在老师们的催促下 男生终于说出了结果 可这个结果 肯定不是姑娘想要的那样 但又能怎样呢 流的眼泪再多 付出的再多 对于一个铁石心肠 狼心狗肺的人来说 这一切都是女生一厢情愿罢了 所以姑娘不必再为这样的人 伤心难过 就当这是一次教训 把这篇翻过去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的选择 最终 两人也听从了图老师的建议 都选择了离开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 爱一个人一定要选对目标 不然你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图牢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